原来和叶变女生一切都有技可学 毕竟从前的她温柔的可不像男熊 韭菜花叶时期 叶子一直都在保护身边的小伙伴 每当谈爷爷钓猫时 一项胆大好吃的二狗都会抢在前面 多次用力太猛差点摔个亮枪 小叶子非但没生气对方抢走食物 反而帮忙扶住小伙伴的药 当年还以为和叶霸道总裁上身 还让仪义们直呼磕道 如今看来叶甜甜一直都是热心体贴的小熊 小家伙对整个世界都怀揣着善意 所以当爱九将她当成台阶暗头欺负时 温柔的叶子一点不会生起 只是心甘情愿当成小伙伴的垫脚时 眼睁睁看着对方抱着窝窝头大块躲一叶不动手 当和叶面对亲姐姐更是无比细腻 本想爬上木架的乖乖小熊 却看到花花挡在滑梯口睡的正香 生怕打扰到对方的美梦 于是特意绕到一旁捏手捏脚的走过去 途中还不忘看一眼花花 确认一下对方有没有被自己吵醒 如此体贴入微的叶甜甜 怎么能不令两脚受心动呢 并且小小年纪的叶子还成了复花使者 和叶很喜欢黏着姐姐 花花躺在煽动小气时 她也要陪在一旁守护 即便自己无聊想和姐姐玩 小叶子也忍着尽量不吵醒对方 还乖乖地趴花宝鸡脸上目不转睛的望远 享受着姐妹俩安静惬意的独处时光 叶子每天都能看到熙熙攘攘的游客们 可这些人大多数是花花的粉丝 但她却从来都没有嫉妒过姐姐的逆天人情 当和叶趴在树上休息时 看到两脚兽齐刷刷冲向花花 自己身边的游客则是寥寥无几 每当这时小家伙会失望地默默离开 临走之前还朝身后望了望 似乎是在担心姐姐能不能独自一面 并且和叶总能在一群喊花花的声音中 奋出喜欢自己的粉丝 听到名字那一刻她立马扭头回音 连竹子都不认真吃了也要盯着一一看个不停 如此董事细腻的小熊真的很令人喜欢 每当姐姐身体不舒服时 小叶子独自一熊宁夜也要扛起大气 炎炎夏日时顶着大太阳宝贝依旧坚持吃果 努力不辜负每一位远道而来粉丝的喜欢 叶田田更是谈爷爷的乖孙女 每到下班时间她都会主动乖乖回家 董事的孩子绝不让爷爷多操一点心 温柔到极致的宝宝真的让人心软软 看到爱宝为保护奶爸主动远 才明白乖巧董事的她有多令人心软软 这天在外场玩耍瑞宝忽然大叫了两声 母性极强的爱女士赶忙下去查看女儿情况 但她安慰后还是不放心孩子 于是将梁小智带去了通告口 担心有危险还将宝贝紧紧固在身下 本意爱宝会陪女儿等奶爸 可她听到对方的脚步声后却默默离开 将两位孩子留给老宋查看情况 好在宰宰经过一番检查后并无大碍 宋爷爷还陪着小孙女玩了好久 彼时爱宝独自还待在那场 耐心等到对方回去后才啃出来带娃 有危险会刻意疏远 爱女士没生双胞胎的那段时间 还是自己独自一雄在外场营业 这天天气炎热爱宝有些不舒服 本以为她会像大女儿福宝那般疯狂咋你 结果爱女士只是温柔地轻轻抠门 不吵不闹一点也没有惊动两位奶爸 坐月子期间是滚滚脾气最不好的阶段 但她却对奶爸温柔以待 爱宝怀孕期间身体不是不吃不喝 将奶爸看到宝贝病样样趴在地上立马前来 还将手伸进笼子里安抚 即便这时的她难受万分但还是会回应 想到对方害怕自己又见伸出一半的手缩回去 而当爱宝抱着女儿在怀里喂奶时 将爸会一手抚摸爱宝的额头 另一手则帮忙扶着宝宝 感受到安全感的爱女士顺势往奶爸身边靠 乖巧小爱还对江爷爷事事有回应 尽管自己刚刚醒来正忙着填饱肚子 但听到对方的声音后总会第一时间打来 只见他一屁股坐在栏杆旁 想和老江再来个近距离贴贴 爱宝对饲养员有着足够的信念 即便是自己从未尝试过的高粱干 但他看到江爸拿来后会主动接过来大口吃 在宝贝眼中对方绝不会伤害自己 就如当年允许奶爸进产房打扫卫生那般 要知道爱女士每年都会看到油菜花 而这是老江特意准备的礼物 他自然多加珍惜 这天爱宝坐下时不小心将花朵弄舌 凑近一看是奶爸的油菜花 他立马将窝窝头塞进嘴里温柔地扶起来 孩子眼中的爱宝是个十足的虎妈 在奶爸面前则变得乖乖听话 大女儿福宝一直都是个下班困难 每次回家都要费老大力气 爱女士会化身小助手帮奶爸将闺女带回家 爱宝远比我们想的还要懂事 如此细腻温柔的宝贝真的很令人心疼 北洞不养贤熊 新进闲眼包花点点整活能力堪比萌家三少 只见花姐叼着比脑袋还要大挡宫球 使出洪荒之力爬到木架上展示绝误 谁敢相信花点点曾经还是个社恐小熊吗 看来几年的清闲日子把她给憋屈坏了 如今的花姐出门营业后 势必要把属于自己的人气夺回来 每次看到大批游客 她就要冲过去和姨姨们近距离贴体 扶着玻璃倒车的手法估计萌兰都得看吗 出外场还没几天花点点就血会加速冲刺 风跑起来连镜头都跟不上 很难不怀疑她趁机偷刷微信不死 院子里的风容也能让花姐玩出新花样 真没见过哪家小熊爬到吊床头顶上睡觉 花点点表面上是端午一只花 实际上内心藏着掀翻整个北洞的灵魂 同样萌家三少也是整活不断 尤其是那个沉迷晒蛋的大公子 总是各种角度全方位向两脚兽展示 每次抬起小腿都是自信满满 毒弹侠难道是想多晒晒长出来第二个吗 前几天萌大还和大红球来了一场大战 他动不动就给对方吃一记熊掌 石铁兽血脉觉醒的他还来了个过肩衰 还好奶爸用铁脸锁上了玩具 不然估计这小子早就抱着翻滚好几里地 萌二自从当上北洞保安队队长后 没了谷大爷的压制便愈发得瑟的不行 整天翻滚和上蹿下跳根本停不下来 没事就喜欢在泥土里孤勇孤勇 从前的仓鼠系浓延帅哥 如今成了穿上黑秋裤的冒烟小熊 而作为一枚合格的显眼包 萌二遇到危险的躲避方式也与之不同 每当听到异想后他立马冲过来一把暴住鼠 堂堂二太子竟然一秒花生小娇气 这小子还怎么保护他的飞闻女友飞云 要知道萌二最初圈的就是掰竹子字牙 然而他最近又开始重现经典老饭 只见二小子上一秒刚掰完竹子 随之反应过来不对劲便立马补上了字牙 号称熊猫界体操小王子的萌兰 更是靠着独门绝技遥遥领先兄弟几个 就连木架也被他玩出了新花样 动不动就化身冲天小飞侠傲视群群 他还能在铁鞦韆上走钢丝 萌兰还满脸气定神闲的模样 这平衡能力参加运动会都是绰绰有的 萌兰的表弟胖大海搬到鼓鼓院子后 整天看着游客们气呼呼的 这般是一点也不想多少 这小子还总是掐着点下班 时间一到便一溜烟跑没饮 只能说不怕北洞的熊没钱花 就怕他们没活着